这一群全是大头鱼 这一片就是草鱼 大家好,今天开始喂鱼了 现在7月中旬 7月和8月和9月 差不多要长两斤以上 这七八九 这是鱼长得最快的时间段 所以这七八九这三个月 这个飼料也吃的多一点 现在吃的是70斤 再过几天就是一包80斤 再过一段时间 一天估计高峰期的时候 一天要吃两包 现在六眼可见 这个鱼在长 还是比较欣慰的 然后最近这个草鱼涨价了 出唐价现在是六块以上吧 涨价了 但是不知道到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涨 因为现在猪肉的价格也在往上涨 现在猪肉我们这边19块钱一斤 过一段时间要20 一般猪肉涨价的话 这个鱼的价格也会往上面浮动一点 就希望到年底卖鱼的时候 这个价格也有六块以上 那就好了 就怕到年底的时候 这个价格 哼的一下又跌到了五块左右 那么今年能不能挣一点这个租金钱 我这个地方 养鸡还有这个鱼塘这一大片这个土地啊 一年的租金 4500 我要求不高哈 只要这个鱼塘养鱼能够挣到4500 能把这个租金挣到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大头啊 也长大了好多 大头买回来的时候就三个手指这么大哈 比草鱼大大一点 那现在长这么大 将近有八长这么大 我感觉这个大头鱼啊 长的速度要比草鱼快一点 哎呀 这今天又买了二十多包这个鱼资料 这个买的是辐料 辐料含着蛋白高一点 喂鱼了 再扛一包玉米 喂鸡了 哈哈 小吃 lawsuit 你是老板 的 这 我们 现在鸡也喂好了 这一包玉米倒下去 还没十分钟 差不多就吃光了 这个鸡我一般不会给他们喂的菜饱 喂的菜饱的话 他们真的吃饱了就躺在这边 都不活动的 没吃饱还好 他们有些时候会去山里面找吃的 虽然说对面的山已经砍掉了 但是我身后这一大片山还没砍掉 他们现在在那边砍 一直砍过来 这一包玉米就吃完了 大家看一下 这还没十分钟就干掉了 太快了这速度 如果再倒一包的话 估计也吃得完 1800只鸡 估计没吃饱 刚刚下水还是一样 去看一下鱼 看完鱼就回家 走了 不要跟着我 没有吃了 明天再吃 再来 给你 给你 地怎么样 谢谢大家